我国的姓氏文化远远流长 姓与氏一开始是分开的 当时的姓产生于母系社会 代表的是偶共同的血缘关系的种族称号 后来随着发展 开始出现不同的部落以及家族 便开始有了氏 再后来 有的部落发展得越来越壮大 而有的因为天灾等原因 慢慢变得弱小 于是 强大的部落自认为高贵 既使用名又使用氏 来显示自己部落的与众不同 而那些弱和小的部落 只能是有名无事 那我们的姓氏怎么来的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 传说在女蛙造人的时候 你点则摔到叶子上 那这个人就姓叶 你点则摔到树上 则姓慕 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传说 当然没那么简单了 据统计我国的姓氏有数百个 而且还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 一个是同样的姓 并不一定同源 而一姓则有可能同宗 同样的姓氏 可能是由于不同的原因 巧合形成的 另一个特点是完全不同的姓氏 有可能是由于一个姓氏 演变而成的 据说现在有十四个姓氏 都是出自秦始皇 根据历史我们知道 秦始皇姓赢明正 赵氏 所以从历史上可以看出对他的称谓 有的叫他赢政 也有的叫他赵政 当然最常见的 也最符合大家习惯的叫法 是称他为赢政 而赢这个姓 可是上古时代 最有影响力的八个姓之一 跟将姓并列 而将姓可是盐帝的姓氏 可见赢姓来历不凡 而我们后世那么多的姓 都是由著八个姓慢慢衍生出来的 另外六个是云 瑶 龟 姬 刃 四 这八个姓都带有女字 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姓 产生于女戏时代 赢政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皇帝 他的姓来源也非常的神秘 赢姓现如今 演化了十四个姓 大家能猜到是哪些吗 由于他也被称为赵政 所以他的后人有人敢为赵姓 就不难理解了 而他又是秦国的皇帝 被称为秦始皇 他的后人自称为秦姓也说得过去 除了这两个大家很容易猜出来之外 另外十二个则是 费 废 妙 莲 笛 谷 姜 黄 徐 梁 盒 忠 马 被演化而来的这十几个姓中 有一些在平常生活中很常见 有的可能一辈子也不会见到一个 姓这些姓的人 可能都跟秦始皇是一家人 如果你是这十几个姓中的一个 你会不会感觉自豪呢